哇 剛才超好多 很鬆 這個回頭率120% 跟剛剛是不是差很多 像我最近就用到一瓶洗髮型 就是真的非常好用 就是像映竹剛剛講的 就是你很多時候 比如說你太熱的時候 你頭皮很容易出油 那原本是乾的 但出了大量的油 但是頭髮又很乾 對 那就是因為你的頭皮 本身油水不平衡 所以這時候呢 我就會建議大家可以選這種 比較植物型的 然後透明質地的 因為這種通常都是植物萃取 但是植物萃取有很多都是 你洗了之後發現很乾 完全不用護髮完全不行 就是全部卡住 對 但這瓶完全不會 一般來說很多洗髮精 都會添加介面活性劑 那這種介面活性劑都化學的 那它使用的是氨基酸的起泡劑 很大一個特色就是 它洗完之後呢 它可以把那個水分 保留在你的頭皮跟你頭髮上 所以它就不會讓你頭髮過乾 而且它這裡面還有很多 SGS認證 所以它裡面沒有添加一些 比如說重金屬啊 而且還有皮膚科遺食的認證 所以它沒有一些過敏原的部分 所以是低敏都可以使用的 所以老師言下之意是很多洗髮精 會放重金屬的成分 對 為什麼 因為它要讓你的頭髮看起來 更有光澤度 那我們先來幫它解決 直接洗 來來來來 直接洗 直接一出來就洗洗洗碎 好 那我現在拿的這瓶洗髮精 它其實味道非常的好聞 它裡面有葡萄柚跟柑橘的味道 然後透明質地 所以你在洗的時候 會非常的放鬆 你光聞到味道你就覺得 哇 自己好像在吃得很棒 真的喔 對 它是用比較天然的起泡劑 像這氨基酸洗泡劑 你在洗的時候 可能第一次如果說你的頭皮比較油的人 它會很不容易起泡 但是很正常的 而且這個洗髮精啊 這個牌子啊 我覺得這很棒的地方是 它本身它在馬來西亞賣得非常好 為什麼 因為它們那邊天氣比較熱 所以那種清爽型的洗髮精賣得特別好 而且它們甚至好到 就是它有開一些旗艦店 就可以直接去體驗 啟發體驗 然後像它的還有它最厲害的地方 就是它的成分 它其實有六個不同的成分 然後都植物萃取 那我覺得最主要 最主要讓我覺得很推薦的原因是因為 它裡面含有一個叫大豆蛋白的一個成分 那這成分呢 其實你在植物萃取這種植物類型的洗髮精很少見 那這個為什麼用大豆蛋白呢 最主要就是頭髮其實就是蛋白質組成 所以你這個洗髮精裡面添加大豆蛋白的時候 你可以邊洗 可以邊修護你的頭髮 然後讓你的頭髮洗完之後不會乾 那要停留多久老師 通常我會建議你 就是譬如說像天氣熱的時候 我們在洗完的時候 我們可以讓你的洗髮精在頭皮上停留一下 讓它的一些養分直接進入到頭皮裡 讓我們再沖水 然後我們現在已經洗得差不多了 那我們等一下呢 還會再用它的護髮術 然後跟一個吹乾淺的一個修護噴霧 然後讓它的髮質呢 讓大家看一下它的效果 哇 哇 哇 看它也超好吃 太紅色了 真的會回頭 而且你看它頭髮變得很有生命力 對 然後重點是 沒有殺傷力的 頭髮你看很鬆 這個回頭率12% 跟剛剛是不是差很多 真的 然後重點是它有這一罐秘密武器 那個是什麼 這一罐很厲害 這一罐它是它的修護霜噴霧 然後一般修護霜大家都覺得說會很濃稠對不對 是 那你自己看它是噴得出來的 然後大家可以看我的手 對 真的 它其實是乳狀的 那它是噴在頭皮嗎 頭髮 就是你在洗完頭吹乾前做一個打底 因為它裡面還有一些大豆蛋白的成分 所以它其實可以做一個打底 然後像譬如說你不管是天氣熱 或者是你經常像映竹 他常常去海邊或者是去洗摩托 很多熱的一些活動 然後甚至於是可能你常要做造型 這樣子的情況下 都會有一些熱傷害 然後做一個打底之後 就可以幫你解決熱傷害 所以我就說它其實也等於是 頭髮的防曬精華 一個保護 防護罩 對 像映竹頭髮紫的 我就選擇在 它真的是映竹嗎 對 它到底是不是還沒有走出來 沒有回頭 是 是 以為換了一個人是不是 對 你可以轉回去了 因為老師要活 好美 你看喔 她頭髮 你這樣甩好美 真的假的 但是我好奇 就是現在夏天快到 就是很多人都去玩水 好奇頭髮不是都會很毛躁嗎 對 如果噴這個的話 可以即時救一下嗎 可以 因為它的很滋潤 蛋 厲害 身受三千煩惱是困擾的朋友 有救了 洗頭養護就能擁有讓利秀法 保證賺滿眾人回頭目光